42岁凯特素颜出镜 拍照时专门摘下婚件 被网友怀疑婚姻亮红灯 凯特王妃的近照曝光后 又有一大堆人提出了质疑 一会说穿衣打扮跟季节不符 一会又说人物的手指长短有问题 一会又说凯特没有佩戴婚件 或许婚姻出现了问题 母亲节晒出的照片中 凯特王妃身上没有任何珠宝 包括蓝宝石婚件 这枚戒指原主人是戴安娜 也是凯特最喜欢的首饰之一 现在却被摘了下去 首张照片一发布后立刻引发了大众的关注 但是也有很多细节值得推敲 最离奇的一点 就是凯特居然不配戴婚件 暂时没有得到王室的官方解释 凯特在文中感谢了民众和粉丝的关心 并且在结尾中署名 根据官方的说法 这张照片拍摄于几天前 地点就是在温莎的家中 母子四人其乐融融 然而却不见威廉王子的身影 不少医学专家都认为 凯特腹部手术虽然很顺利 但是复活节前还是要休息 因此复工日期继续推后 看来王室此曲 是为了辟谣和粉碎流言飞语 没想到却起到了反作用 网友的关注点 都放在了凯特王妃的手指上 不光形状很奇怪 而且婚戒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一些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立刻质疑威尔氏亲王夫妇 是不是已经昏变 并且还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只能说凯特王妃的热度实在是太高 即使王室放出一点蛛丝马迹 也能立刻登上国际热搜 这张禁照曝光后 还炸出了不少医学专家 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最合理的解释是 凯特王妃在做手术期间 取下了身上所有的手势 只要有过相关经历的人 其实一点都不难理解 这几乎是全球医院的通用规定 蓝宝石婚件 是凯特最喜欢的珠宝 一直都佩戴在手上 时时刻刻向戴安娜王妃致剪 但是也有特殊时期 比如运动的时候 凯特就会摘下所有手势 保护自己不被划上 两年前凯特参加英国队的翻船比赛 手上就没有佩戴婚戒 此外凯特参观医院和实验室的时候 也会按照相关规定 将手上的戒指摘下 以确保自己和病患们的安全 即便有种种合理的原因 但是很多网友就是不相信 执着地认为凯特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一方面婚戒被无情拿下 另一方面威廉王子也不在 很多细节都很可疑 但是也有媒体爆料 这张照片正是威廉王子拍摄的 目的就是要在母亲节当天发布 事实上前几天 威廉还更新了动态 晒凯特的旧照庆祝妇女节 只可惜用的老照片 只能感慨粉丝真的很难伺候 东风路透照被质疑是替身 现在王室发布了禁照 一会说是老照片 一会又说凯特不配戴婚件 婚姻肯定亮起了红灯 看来很多人都活在信息检防中 或许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内容 小编认为凯特大病出狱 一时疏忽忘记佩戴婚件 也很有可能 我们还是为凯特送上诚挚的祝福吧 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绞尽脑汁